最近大公館的天台位置 开了一间全新的日本料理 无论是装修还是气氛 都和日本的屋台 即是当地的路边小食摊 很相似 这里的大厨 还曾经在东京和香港的田舍家 主理萧物 对于萧物的火候 掌握非常到位 而且这里用备长炭烧饭吃 令所有烧物都可以缩短烧烤时间 锁住肉汁 来到这里一定不可以不试了 说到日本屋台最常见的下酒消食 还有关东煮啊 比起日本传统屋台 这里的关东煮 除了卖上精致得多之外 用料和做法都看得出有乐过心机 好像白萝卜和薯仔 就要用回九州出产的 连炸薯仔的米粉漿都是日本产的 还有一款小见的特色饮品 将关东煮汁倒入烧桌里面 甜甜的 咸咸咸地感都挺过瘾的 不过说到最特别的菜式 莫过于是濕炒拉面 这个团骨汤炒拉面 其实是九州屋台独有的菜式 可能你去到日本其他地方的屋台 都未必找到这个菜式 但这里因为主打九州风格的食物 所以就会有这个菜式 卖上就不算很吸引 但面条一点都不干身 而且烟硬弹牙 这里还有传统屋台很少见的苦饭 苦饭简单来说 其实是我们所说的煲仔饭 但它不是瓦煲 是用铁盆来煮的 还有它里面的饭粒 会用鲸鱼汤来煮 饭粒吸收的汤就会很鲜味 煮一个苦饭 限定都要35分钟 所以传统屋台 很少会那么花时间煮苦饭 要试的话就要给点耐性